现在来介绍的是数列的极限 也就是数列它是否收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列 X1 X2 X3一直到 点点点点点 它是一个无穷的数列 那么我们这么说了 来我们看下一步 如果说当N的话呢 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字的话呢 越来越靠近一个定数 注意一件事 一个定数哦 一个 如果说它会走向两个定数 我们就不叫做收链 收链就一定要越来越接近一个数字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步 我们来看看立体 现在的话呢 要真正的了解收链的意义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些立体 让同学了解 我们判断这个数列是否收链 来我们来看第一题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 二分之一的N次方 我们来看一下 来N等于一的时候是 N等于一的时候是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 它是不是收链呢 我们的话呢 要是如何来说明它是收链呢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数列它是一个地减的 它是一个monotonic的 它单调的地减 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而且它有没有下界呢 有 它的话呢 它的下界是零 它永远永远都不会变成负的 那么根据Monotone Convergence Theorem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它是什么样的收链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题目 下一个题目的话呢 它的话呢 当N等于一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是零 N等于二的时候呢 它会发现的话呢 它会变成二 三的时候 它会变成了零 我们发现的话呢 这个数列的话呢 虽然它都没有越来越大 可是的话呢 它在震荡 它是零二零二零二的震荡 那么我们算不算它收链呢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有没有趋近到一个定数 越来越接近一个数字呢 它是没有的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这么说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Diverge 我们的话呢 是称它这个叫做发散 我们的节目 下一个第二续 tä零二的震草 是什么我って 我们的节目 是什么我来支付的 要不得对 我们的节目 保余 和我看得了